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冯副市長是海選海道 我是海選海道 所以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第一批政務官發布的時候 柯市長還不認識我 還不認識你 所以聽說見到你的時候還問說 那你是誰 我說我是公務局長 那我不認識你 所以我介紹一下好了 對 公務局其實是個大局 就是整個我們市民朋友 如果在工程建設方面 都是公務局 道路也算嗎 應該這麼講 就是說你到台北街上去看 眼睛看得到大部分都是公務局的 對 就是硬體建設都是公務局的 硬體建設的 包括燈 路面 道路 然後這個樹木 樹木也是嗎 沒有看到還有兩樣 就是下水道 雨水的跟污水的 都是屬於公務局 下水 地下管線 地下管線都是公務局的 那我們在地下管線 其實以前在過去的政府 在地下管線的處理 比較沒有那麼 比較沒有那麼積極 那之後我們有一個 這個好像一個共管的一個政策 這個應該分成兩部分 市政府做的就是污水下水道 還有雨水下水道 一個是防洪排水 一個是處理污水 其他主持人剛剛提的就是 有關的管線 就是衛生管線 有電力 電信 自來水 還有污水 這些都屬於其他管線單位 只有兩個是市政府的 是這個 三個應該嚴格講起來 就是自來水 污水 還有雨水 下水道 這個是屬於市政府的管線 其他都是國營事業的 很多國營的比如說瓦斯的 瓦斯 電的 瓦斯 電 電信 還有那個 應該是講 傳播系統 就是網路 網路線的這個 光線的 這個都是屬於 其他國營企業的 這個實在是非常詳細 一般的民眾 我想這個是真的很專業 民眾可能還不是這麼了解 這個講到這個豐富的專業 所以我們等一下繼續來再請教一下澎湖 這個我們市長今年就職是六週年 對 我想市長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在很多民調上面 未必能夠展現出來 也就是市民朋友未必有這麼多的感覺 那等一下澎湖市長會帶來 跟大家一一細索 這六年來 我們的在硬體建設的部分 不管是在交通啦 還是在這個社宅 或是在我們的市場改建 其實呢 都有很多 大家市民朋友 現在未必感受得到 但我們相信未來呢 應該是會很有感的 那節目一開始呢 其實也開始一段 一小段時間了 最近其實蠻冷的 所以也提醒各位聽眾朋友 最近真的是 這個我看一下資料 好像是1986年以來 台北市最冷的一年 不只是最冷 也最熱的一年 最熱嗎 38度 今年最高是38度 去年2020的時候 去年 去年夏天很熱 就是超過38度的日子 超過90天 超過90天 所以 所以一直去年 我們的用電量一直都沒有 雖然節電量 用電量並沒有減少 這代表說 我們去年到現在也最冷的 也最熱的 所以我們一般稱它為極端氣候 就 起初是講說是 climate change 是氣候變遷 後來變成這個 climate emergency 現在是climate disaster 是一種災難 我想 這個三個部分現在都 都在台北相繼發生 對就是非常極端 不是很熱 就是很冷 所以這個也提醒各位聽眾朋友 注意要保暖 這幾天真的是非常的寒冷 然後這個疫情的部分 當然也覺得秋冬的這個季節來臨 對 現在整個疫情其實在 像日本啊 對 然後這個中國在河南那邊 也都有一些疫情已經開始傳出來了 對 接下來呢馬上要春節了 我想很多的這些 可能住在國外的這個親朋好友啦 可能台商他們都會陸陸續續的回來 那請大家各位聽眾朋友呢 要特別的注意 特別留意就是還是要請大家戴口罩 勤洗手的這個部分呢 還是要確實的做到啦 對 那這個副市長你昨天有召開一個記者會 對 就是六週年的 六週年的 對 就是包括各項的這個工程啦 那我想很多的這個 特別是很多工程喔 事實上 這個是跟國際來做看齊的 是的 我們都是以國際的標杆 來做為這個評比 好 來做我們對這個 整個工程發展的這個一個目標 嗯 這個 我就看到資料喔 有一個叫做 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 它在2015年的時候定定的 對 那我們好像很多的這個建設啦 都是跟 跟這個發展指標是有關的 對 像是捷運建設的部分 對 有符合哪一些指標 我應該這麼講啦 就是說這個 以前啊 很多城市都認為它是最宜居的城市 但是 我們看到那些資料就 有時候你第一名是台北 第二名是什麼 什麼柬埔寨的一個城市 所以 就你找好的來比較是 是不準確的 那因為2015年的話 聯合國有一個永續發展的指標 是SDGs 這個部分它總共有17個指標 其中有 有 第一個是有 消除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福祉等等 那捷運建設 從這個1到17 就到全球夥伴關係裡面 它應該是屬於第三個 就是健康與福祉 還有第八個有關於 就業經濟成長 另外一個是工業創新 以及基礎建設 還有是氣候行動 我想 這五個是跟捷運工程有關 有時候人家講說 健康與福祉跟捷運有什麼關係 這個氣候行動也跟捷運有關係嗎 有關係啊 那就是說 我們氣候整個變遷的時候 它跟什麼有關係 它跟綠有關係 它跟節能減碳有關係嘛 所以我們整個交通建設裡面 全是最基層的 而且它是電的 它是比較沒有汙染的 一般來講我們都市裡面的這個汙染 是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燃油車 燃油車它的這個排氣 排氣 排氣 大概佔了整個汙染的42%左右 你想看看如果說排氣多的話 氣候就變熱嘛 你剛剛提到說 就是所謂溫室效應 溫室氣體 那溫室效應多的話 我們就容易短延時強降於 所以從這一百年來 我們整個氣候就慢慢的增加 我們增加了這個好幾度 好幾度 所以有時候人家講說這個 正負兩度C的時候 就整個地球就會很嚴重 所以講起來是氣候行動 當然是跟節運有相當大的關係 就是它如果多做這個交通 多做這個大眾運輸 就會比較減少這個廢氣的排放 當然就是為整個地球盡一份心力 對就是綠色運輸去最底層就是捷運 上面就是公車 公車上面就是這個計程車 可能U-bike U-bike U-car 共享汽車 剛剛那個彭富講到 共享汽車跟共享機車 機車 其實都還蠻發達 我最近因為這個機車已經有點 好幾十年了 所以不太能發動 我現在都是騎共享機車 其實很方便 非常方便 就是 掃一下那個QR-code 馬上就可以騎了 然後結束之後 是用這個綁定信用卡 綁定信用卡 或電子支付的方式 很快就可以這個付款完成 這算是相當的一個 新的一個 新的一種交通模式 所以有時候你比如說你 你U-bike U-car U-moto 你騎這個對地球有貢獻 它對氣候行動有貢獻 就是說你起碼你減少空氣污染 那減少空氣污染的時候 就減低地球的溫室效應 那溫室效應減低的話 就減少我們天然的災害 所以有時候 你說有沒有你天天都有貢獻 你騎U-moto 對 當然你如果說 全部可以做捷運的話 那更好 所以大眾運輸性 大家還是盡量做捷運 對 那這個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其實我們第一段節目先到這邊 那我們要進一段廣告 稍後馬上回來 我們要進一段廣告 稍後馬上回來 哈囉各位聽好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來齁 持續鎖定我們台北進行式 我是主持人戴于文 在我旁邊呢是今天的來賓 我們彭震生 彭副市長 副市長好 你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對我們剛剛上一節的節目 有講到這個捷運的這個建設 對 我們現在呢大家比較關注的是 這個捷運的環狀線 因為這個整個路網應該已經發展的 相當成熟了 那大家雖然每天搭 但是市民朋友可能不知道我們 已經通車的路網有多長 有21.7公里 21.7公里 對 遍布在雙北 16個站 我們在柯市長的任何已經 已經這個 我們工程經費已經投資1053億 這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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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以前的不算 那有時候這個很多市民說 市長都沒有建設 其實這樣市長的人比較客氣 因為他是醫生出身的 有一次我問他說 市長你怎麼賣公格 他說 我以前是台大醫生的時候不用廣告 人家就知道我是民醫 所以市民應該會主動了解市政 其實不是這樣 所以有一天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市政是需要宣傳 像我前天出去跟銀行界的人 在這個一起吃個便飯 他說 你們市長好像聽中校東路引導 以外沒有什麼政績 你說你這樣說就不對了 其實我們做了 就剛剛以捷運來講 我們就已經通車 在他任內通車就21公里 就21公里有哪一些線 因為現在大家線路 這個路線還是太多了 對啊就本南的延伸到頂埔 然後到桃園 到頂埔那一段 對到頂埔那一段 台北市段 你看到台灣街 台北市的地下段 都是台北的捷運局做的 另外一個環狀線的第一階段 當然這個部分環狀線是在新北市的範圍 所以有時候這個我們 台北市政府去做的也有人不曉得 其實他是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所做的 對其實現在整個台灣很多的這個捷運路網 對 基本上都是我們工程局 捷運工程局去幫忙 捷運工程局去幫忙 像大家上一集 這個我們謝明珠主任哪有談到的 台中捷運 台中捷運 也是我們工程局幫忙做的 也是我們工程局去幫忙做的 做了十年了 已經做了十年了 對這十年已經完工 但最近出了一個小trouble 那我們已經要把它修復完成 另外一個是在我們新建中的 正在建的有哪一些 49.9公里 還有49.9公里 相近50公里還在新建 這已經正在建了 對 就包括萬大中和樹林縣的第一期 然後有萬大中和樹林縣的第二期 環鑽線北段及南段 還有新線東沿段 總共只有這麼多的這個捷運 正在新建之中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台北市區裡面 有沒有圍起來在道路上 其實底下都是捷運在 正在施工中 但是你地面上所看到的 只是車站的部分 其實地面像我們前頓機 都正在的施座之中 我想這到一段時間以後 我們可以把它 尤其是到117年 117也就是還好在7年之後 環鑽線北段跟南段可以完工 南環跟北環完工 對 那新一線東沿段 大概105年就 105年 112年就可以完工 那萬大中和線的話 在110年開工 那117年可以完工 所以萬大中和樹林縣是 大概是114年可以完工 當然捷運沒有辦法說 在一任市長裡面全部把它完工 因為還是一棒接一棒 一棒接一棒 因為它的工程實在太耗大 而且施工困難度也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雖然這樣我們柯市長還是 繼續地做捷運的建設 有一點要特別提醒一下各位市民 就是說很多人認為說 市長有沒有建設都是看交通建設 所以你回顧以前的市長說 你有什麼政績 他馬上提到說 這個市民大道 環東大道 所以照理講起來 這個市民應該是最有接近的 其他的建設他大概感覺的 不會那麼多 但是我想柯市長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很少去宣傳 而且市長很少說去巡視工地 因為他怕說 禮拜六禮拜天去看工地的話 對工程也是一個壓力 我們今天藉這個機會給市民介紹一下 實際上我們柯市長六年之內 我剛剛報告就是說捷運的 環工的長度跟施工中的長度 不是歷任市長裡面我看是最多的 是是是 那我想大家現在比較關心的是環狀線的部分 對 環狀線就是把整個捷運線路網 在外圍的時候把它 把它圈一圈 把它圈起來 把它串連起來 因為有時候我們要 有時候明明 明明直線距離很近 可是我們有時候 因為捷運路線的問題 我們可能要繞進別的地方 然後再轉過來 對市民朋友來講是一個麻煩 尤其這個像整個雙北的交通運輸是 因為本來捷運系統是一個輻射型的 所以你只能直線走 直線 那如果環狀線把它圍起來的時候 那這樣的話 你轉乘的距離就會減少 那整個環狀線的交匯的站 就是你可以轉乘的這個交匯的站 一共有這個14個站 14個 整個環狀線有14個交匯的站 對 很重要的一個轉乘的一個路線 對 14站裡面當然包括說跟台鐵 本來應該是16個地方都可以轉乘 如果把台鐵也加進來 加進來就16個 整個軌道運輸有16個站可以做轉乘 對可以做轉乘的工作 那這樣的話以後市民就不用去 很遠的距離再轉乘 就在近距裡面 那這樣可以節省時間 第二個就是說你的運量的調節會更好 就是人流會分散 人流會分散 就不用擠在最同線這樣子 對應該是這樣講 是那剛剛副市長有講到 我們民國117年 對 南環跟北環 對 會完工 對 也就是在7年之後 對 但是副市長你剛剛好像少講一段 這個東環的部分 東環的部分 東環的部分要什麼時候 目前的境況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是 這個第一階段出席規劃 交通部已經核准 我們現在做中和規劃 中和規劃我們送交通部核准完了以後 我們大概 兩年之內就可以做西部設計 我們希望說西部設計開始的時候 大概是九年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把東環當完成 也就是兩年之後的 再九年 再九年 八九年 也就是從現在開始 十一年 對 我們真的可以感受到這個工程 是非常的浩大 對 是浩大 這要花很多的時間 長時間的 而且東環當的施工的範圍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它靠近山區 它是跟地質 它地質有關係 地質的這個好話也會影響到施工 那當然 就是說像最近我們這個東沿線 碰到這個印的地質 本來一天可以做兩年 就是信義東沿線 信義東沿段 要從象山 從象山 再往東去 所以那個地方就碰到很大的困難 那現在要怎麼解決 現在已經解決了 怎麼解決了 就是說我們本來那個 這個 MASAKO就是說 挖連續壁的 以前都做得太輕了 後來承包商把它加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在裡面施工的時候 我們的潛盾機 又多了一台 多了一台 然後就家庭趕工 所以這個東沿線的部分 現在應該是在兩年 兩年要細部設計會完成 沒有 東沿線應該就可以完工了 就可以完成了 東沿線 東沿線 東環段是兩年之後 東環段是兩年之後 兩年之後要花包了 不好意思 我草意 我草意 那整個捷運看起來 在未來幾十年之內 還是持續的有在做這個建設 那當然覺得人口的增加 那當然覺得整個 大家對交通的需求 是越來越 需要越來越大 應該這麼講 越來越方便 越來越快捷 捷運工程的施工量 大概 一年是三百億左右 一年三百億 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整個台北市的捷運的工程量 差不多八千億左右 那在柯市長到目前為止 就一千多億 所以如果說柯市長 對交通建設沒有貢獻 那是有一點不公平 有點不公平 還是他花很大的力氣 對對對 那我想除了這個捷運之外 副市長在記者會當中 特別選了三個 因為其實我們的整個建設 就像剛剛副市長講的一樣 市民你走在路上 市民朋友你走在路上 你只要看到的建設 什麼樹啦 人地底下你沒有看到的 都算是我們這個 硬體的建設一部分 對 那非常的多 所以副市長選出了三項 一項是我們剛剛談的 這個捷運建設 對 我們這個環狀線當然是 大家矚目的焦點 另外還有哪兩項 另外一個就是市場改建 那個也是跟這個市民的生活 息息相關 是息息相關的嘛 所以人家講說 如果你用30分鐘 要去認識一個城市 進步與否 去看市場就知道 看市場 所以市場每次去 以前去看市場的時候 去看那個很多人 在地板上弄一個砧板 就在那裡 切雞肉 切魚 切豬肉 有些雞以前還是現宅的 小時候看到市場 直接活了 直接拿去泡熱水什麼 衛生這個環境就不太好 所以 所以有一次市長跟我講說 如果市場管理處可以 日本人做一個遊覽車停下來 全部遊覽車進去吃的話 那我們的夜市就成功了 那同時 我們如果市場 能夠改建的時候 就是很重要的 比如說 我們的第一火災市場 彈了18年 18年啊 對啊 彈了18年 一直都沒有辦法施作 然後在柯市場 排除萬難 尤其是怎樣 它裡面有2540個攤位 所以它要整合協調那些攤位 對啊 就是說原有的攤商 你要給它協調 然後要遷移 要施工 這個是最困難的 是在協調的工作 但是你看 它已經汙齡44年了 那柯市場在這個統合之下 我們已經動工了 動工的 尤其是 我們魚類果菜市場 已經把107年2月就動工了 109年的話 就可以完工 這個中繼的部分 那果菜的話 是109年3月要動工 110年9月是可以完工的 那主體市場是在117年10月 就可以全部完工 117也是在 也是七年後 那其實都是下一任市長 下一任市長 下一任市長就可以去撿財 就可以去撿財 對 因為它是一個很巨大的工程 所謂巨大就是說 除了面積很大以後 我們要整合 整個動線 整個建築物 還有連外 我們都一併整合 所以以後到市場的時候 我們可以高駕大陸去直接進市場 對 因為它是批發型的市場 就批發市場 跟它這個社區型的市場 比較不一樣 對 是比較從中南部一些產地 在蘇果會有那種卡車 直接運到這個市場來做批發 對 所以現在連外道路的部分 我們都有做這個設計 對 已經完工了 已經完工了 只是市場蓋好 我們就直接接進去 所以就是讓整個卡車貨車 可以比較快速的進到這個市場裡面 另外一個大龍市場已經完工 已經營運了 它是106年3月的時候開工的 然後108年12月我們就完工了 這是台北市第一個市場改建 而且它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說 它是海沙屋來改建的 以前是海沙屋 所以它屋林32年 海沙屋 海沙屋32年 這麼恐怖 大家每天人來人 我們在那邊買菜 對啊 哇 那這個真的是 這個不得了的一個建設 對啊 它其中有82家的攤商 然後97戶的住戶 以前討論了6年 那我們現在106到108 已經把它完工了 而且把它簽進去 這個已經完工了 已經完工了 已經在營運了 另外一個環南市場大家也知道 環南市場是海沙屋 這也是指標型的市場 環南也是海沙屋 以前怎麼這麼多海沙屋 這沒有法規的規定嗎 在以前 不過可能當時的這個 古材就選配 就是粉泥土選配的時候 古材的選配不是那麼好 所以它已經42年了 而且這也一個很困難 它裡面有1323家的這個攤商 這個也很多家 討論了18年沒有辦法 對 這個市長有講過 它這個我們市場處的主祕 還是當這個 當承辦人的時候 開始談 談到當主任秘書的才開工 所以我們105年10月開工 我們希望在112年的2月份的時候 就可以簽回去 另外一個就是成功市場 成功市場 成功市場它也是108年7月的時候動工 它5年也是34年 而且它有196個攤商 也討論了26年 最主要是說我們市場的改建難處在協調 以前的這些政府裡面 它很長的時間沒有辦法把它協調完成 但是我們現在成功市場已經完工了 不是完成這個設計 然後已經花包了 我們希望說中繼是在今年的8月可以完工 中繼市場 對 112年的9月我們就本體市場就可以完工 所以這個是關於成功市場 另外一個南門市場 南門市場應該是大家現在準備過年過節 都會習慣去那邊採買年貨的地方 對 這個現在的規劃未來是如何 現在中繼市場已經完工了 而且我們蓋得非常好 花的錢也不多 不到2億我們就蓋成一個中繼市場 而且它會變成一個以後我們市場的典範 什麼典範 就從這裡開始我們市場是乾淨的 就不像以前說市場說 進到市場都是濕濕的 賣魚的也濕的 賣肉的也濕的 那其實很危險 有時候大家走路在那邊的 衛生環境也不這麼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改成就像外國一樣 你賣肉賣魚的是有隔絕的 然後這個衛生環境非常好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引進的消費的人潮 整合的購物消費等這些空間都規劃得非常好 而且全省各地全國各地的人都來這裡參觀說 我們市場改建是怎麼成功的 這確實是相當不容易 尤其攤商的整合 跟這個包括後續的整個設計除了美觀之外 你也要符合攤商的需求 賣魚的需求跟賣菜的需求顯然會不一樣 那如何把它整合起來 這顯然是一個很大的工作 那當然就是說 這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賣的人就是銷售者 還有一個是買的人 這兩方面都要改變 第一個賣的人要改變新環境 使他變成現代的經營方式 買的人也要挑說 因為用買的人去改變賣的人的習慣 第三個就是工程研究 我們用工程方式 使他達到現代的水準 那我想這市場改建是 柯市長在這六年真的很重大的一個 一個績效 是一個工作績效 但是市長以前都沒有在宣傳 因為他覺得做得好不需要宣傳 做得好不需要去宣傳 大家口耳相傳就可以了 就像台大醫院 不用特別廣告一樣 也確實很少看到台大醫院廣告 不用啦 你要去台大醫院找醫生 還要去探聽說哪一個醫生比較好 是啊但是市政期然不是 不是這麼 這麼像台大醫院這樣子的 市政可能還是落實在 大家每個生活上的一些小細節 那如果沒有 仔細去觀察的時候 或許很容易就會忽略了 那 剛剛彭副市長 我剛剛一開始有講到三項 一項是捷運 一項是市場 第三項是什麼 第三項是社會宅 社會宅 社會宅也是大家前一陣子 也蠻關心的 明倫公宅的問題 明倫公宅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下段節目回來 馬上來跟大家討論 5 4 3 2 1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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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3 2 2 2 3 2 2 3 3 2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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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3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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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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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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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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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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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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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的跨年晚會還是有舉辦 做最適當的準備 但是也不要被這個不理智的恐懼打敗 既然決定要辦還是要做安全的控管 所以我們是誰在裡面 我們10年之都知道 另外我們特別去跟中央拿那個居家檢疫人的那些資訊 所以事實上他只要靠近那個650公尺 人家就馬上就送檢訊說 你已經到了好像不該到的地方 再等5分鐘他還沒有反應 電話就起了說你這個應該該走了 動線規劃好 那我們還有糾察隊 還有那個做到那個QR Code的 如果我要做這個分區分流中央管制的話 那這邊要去把它做一個切割 因此我們大概在當天晚上到了12點1點吧 同仁還非常非常辛苦的 在針對我們市府前廣場的場域 做一些區域的劃分 從那邊進去 他進去之後就分10個 你自己挑人少的地方進去 我會怕這邊會有人排隊排隊 沒有 那邊要控制 那邊會先控 這邊就會先控 要讓他們都進去 對 不會說全部塞在一起 不會 那你這個要扣章你要怎麼扣章 就把它移開來啊 然後在家啊在家啊 全民在這裡皇冠的時候 你突然嗆謊調 跟人家不一樣 有這樣的領袖嗎 進來之後就直接往那邊走了 在地圖上就是右邊那一區 所有各縣市全部都停辦了 他就想要逆風高低嘛 這邊的人一進來這邊 一到這邊就拔關起來 這外面的就是算在第八區這一邊 這樣的一個做法完全是政治考慮 你現在走是緊急通道 這是緊急通道 所以公主森警察都在這邊來回巡邏 你竟然沒有邀衛生局長 你沒有尊重他們的醫療專利 你完全用政治來考量這件事 唉 就是我們不是一般的政治人物 我好像是為將事盡力而為 盡力而為 大家都說不犯罪安全 可是我覺得是這樣啦 我們還是 因為我們當時有 裡面有三個是醫生嘛 我還有這個衛生局 黃士傑局長還有曲大臣 我們就說好 然後我們就純粹用科學的防疫的 我們過去防疫的經驗來做決策 最後黃局長也說 就專業上來講 沒有任何新的社區感染的證據 所以應該要辦 外科醫生從來不冒險 外科醫生不可能 沒準備好就去開島 外科醫生是確定所有的狀況 才會嚇到 相信眾人的智慧 超越個人的智慧 相信部下 相信專業 這是文化 那個大富居中心嘛 我們網站全部都架起來 所以大數據中心在看 同樣的情況也在看 所以我們是有完整的準備才敢這樣 2020年 我們與全世界跑了一整年的馬拉松 其實從這次疫情一開始 我們其實一直都很務實 包括要不要停什麼場館啊 還有運動中心 其實台北一直都是用科學證據在說話 台北也經歷許多的挑戰 但是我們從未遲疑 以穩定的固化 與正確的方向 努力捍衛台灣這一點的努力 在這裡 我要深深的向這一座城市的人民說一聲 謝謝 謝謝過去一年以來 大家對這一座城市的支持 與我們一起面對挑戰 共同守護台北 守住的台灣 不要亂打就不要亂打 白桿交集 會覺得說 嗯 撐過去了 這一刻是台北值得驕傲的地方 也就是說我們 在控制風險的情況下 我們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第二個我碰到很多的民眾 跟我們說謝謝 我說問你們為什麼要說謝謝 他說其實 他們都認為台北應該正常生活 台北市政府 讓台北正常生活成為事實 這個恐懼 應該是政府要帶著民眾一起去克服的 這一點我都覺得 這輩子大概都會記得這一天吧 我們還是要讓理性、物質、科學 變成台灣政治的主流 新常態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盡量不要去干擾這個社會的運作 但是有需要的時候該停就停 所以讓我們在心理上能夠做這種適應 我們才有辦法讓整個國家比較正常的運作 如果我們都用不理智的恐懼 那你每天在家裡打坐保證不會感染 但是這個台灣就垮掉了 所以你看看2020年台灣經濟還可以維持正成長 一個很大的理由是我們雖然有疫情 國民人家 該戴火照就戴火照 該怎樣就怎樣 但是我們也給整個那種 人民的社會運作最少的感染 我們還蠻值得驕傲且光榮的說 我們就是一起走過了這一年 台北市政府非常非常的小心 在面對每一天 目前的定是效率跟意志力 還有魄力 集中在一起 我們其實是非常有自信的 很穩健的在帶領這個城市往前走 理性的思考 然後做激動的調整 疫情要過去還要到8月 我們已經成功一年了 還要再撐半年了 繼續加油 繼續加油 好 各位天空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來持續鎖定台北進行室 我是主持人戴玉文 在我旁邊呢是今天的來賓 彭政生 彭副市長 我們剛剛上一段 主要是在講整個市場改建 因為市場其實是大家 每天婆婆媽媽啦 或是這個大哥大叔都會去市場 幫大家這個買家庭吃好料的時候 我們如果有一個比較新穎的市場 比較符合衛生 符合這個整個建築法規的市場 因為剛剛之前講很多海鯊屋 彭副市長不講 我還不知道裡面有這麼多海鯊屋 那為了安全 當然我們現在也很努力的 把這些來做改建 尤其是攤商的整合 更是相當的困難 那剛剛副市長我們講了三個嘛 第一個是捷運 第二個是這個市場 第三個是社會住宅 大家之前很關心的是明倫公宅 整個新聞吵得非常的大 還讓大家以為北市府 是不是只蓋明倫公宅一間呢 那個時候大家很在意的是租金的問題 那時候說一戶要四萬多塊錢 四萬零五百 是啊 怎麼會算出這種東西 四萬零五百你平常也租不起來 所以這個原因是說 我們想蓋社會住宅是蓋的要有四大標章 要耐震 要智慧型 然後要我們可以有美化要做 所以我們有四大標章 那四大標章的話 就代表說我們外表要做得很好 而且要節能 不要標章 智慧型 智慧電表 水表 瓦斯表 所以這有什麼好處說 你進門打開APP的話 你就知道你用電量 你用瓦斯量 用的兇不兇 要怎麼節能 這樣你就不用再去看電表 還有這些一些儀表 你就可以知道 可是對租不起 租不起人 他不想要用這APP 他只想要降價 你只好一萬塊給我租最好 你免費給我五個 對啦 那你怎麼會算到四萬多塊 對 四萬多塊不是每一幅都四萬 就是說三房的 三房型 三房型的 大平數的 有兩房型 有一房型 我們目前位置是 6比3比1 就是說六個 60%是一房型的 一房型 小平數的 30%是屬於二房型的 10% 631的話才是三房型的 所以三房型因為它的陽台也夠大 然後裡面的格局也夠好 所以 但是當時為什麼這樣算 就是說我們希望說房子跟人是分開的 要分開 分開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就是說 政府要有永續經營 就政府投資這個房地產 不要說因為蓋多的話就沒錢了 就沒有辦法永續經營 第二方面就是人居民要住得起 住得起的話 因為不同身分 有不同的補助 有補助三千 五千 八千 一萬一的 如果你不同的補助去做 住同樣一個房子的話 你付的租金就不一樣 當時這樣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希望說社會住宅 不只這些人可以抽籤 就是我們還有保留戶給青創戶 青創戶 青創戶就青年 他有 然後有保留給就學就業的人 所以這些人有就學就業 他就不一定是收入很低 當然要那個年首得在150萬以下 大約是這樣子50分位以下去住 那就不會改 那不會認為說 我們這個整個社會住宅 都是低收入戶的人在住的 就不會覺得像貧民窟這樣子 這混居的概念 就混居的概念 所以就多元入住 多元入住的方式 而且住在那裡不只是房租的問題 我們底下有偷陰 偷老 偷幼 那這樣的話 當然有的沒有偷 但是偷陰偷了 偷幼一定是有 所以你如果到名人社宅去看 他又是人該的偷漂亮 他偷陰也做得非常好 有偷陰中心 偷陰中心 所以你住在那裡 然後可以繳比較低的學費 不用去外面說一個月要繳 兩萬多塊的偷陰 還有偷幼 那一個月繳幾千塊就可以唸小 還有很多人要想去 這個是第一個觀念 所以我想這個明倫宅 最後我們檢討結果認為說 陽台我們太大了 陽台 對 陽台好像有說有八坪 有八坪那麼大 那為了要使這個租金下降 當然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就減低這個成本 成本裡面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防護稅 那目前政府的政策就是說 五年的防護稅是可以免的 然後再延長一次就十年 但是我們一般計算就是社會載的 這個使用年限是55年 然後後面還有差了45年 45年要不要說防護稅 那防護稅是地方稅 所以市長才講說 如果說要免收防護稅 那就是整個市民要知道說 以後就沒有啦 以後這個社載的防護稅 就收不到錢 這個防護稅是地方的 一個很重要的財政的支出 中央要講清楚啊 對啊 中央應該要講清楚 有沒有要講清楚 對 因為他現在的法令是規定 五年免徵 對 得延長一次 也就是十年 但是十年 第十一年要不要徵呢 要不要徵 現在就是說 地方政府可以不徵 不徵就稅收減少 他說中央政府要補貼 那就還可以 所以第十一年到底要不要 我們花敬群次長他說 到時候大家再來談看 那這種事情有時候 地方建設這麼長遠 地方財政這麼長遠的規劃 很難講說到時候再看看 中央政府其實要負起一些責任 要想辦法來做修法 所以我們現在 這個是管理稅收的減低的問題 第二個其實是怎樣 說我們是不是把陽台的 超過的部分由政府來負擔 但是如果是完全這樣的話 我們的社會的住宅的品質 會不會降低 這是另外一個考量的方式 所以我們希望說 大概我們一個天花板 就是大概是三房型 大概三萬六的 上限的天花板 最高就是三萬六 那我們要怎麼去改 就剛剛我們的稅金以外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從建築結構 建築樣態去節省 以後我們陽台不要那麼大 我們走到本來是兩米半 兩米 就依照我們一般住宅的規格去蓋 我們現在是檢討這樣 但是有初步認定就是說 我們希望說三房型的 不要超過三萬六的天花板 去考量整個設計 還有整個稅收的情況 但是有一點還是很重要 就是說 我們希望說這個蓋出來的社宅 還是有一定水準以上的 第二個 還是有一定的品質 一定的品質 而且我們希望說 住得起政府也蓋得起的樣態之下去 去把這個社會住宅蓋好 所以這個市長這到八年任期結束的時候 大概我們可以蓋到一萬九千 一萬九千 一萬九千多戶 一萬九千多戶 當然當時他講說要 這個五萬戶 八年五萬戶 其實這個是沒有那麼容易 最主要就是說 當時我們剛提出來的時候 議會很多意見 降低容積 所以我們到提出的預算到議會去 總共被刪減了六千戶 如果這六千戶 可以加進去分攤成本的話 我們可以更低 所以今後我們社宅如果要蓋的時候 會把容積用完 容積用完的時候有什麼好處 就是說我們的成本可以均分掉 均分掉那這樣的話 對成本降低的時候 就可以減少租金的付出 我想在台北因為這個居住的問題 是大家這個 說很多台北人 尤其外地來打拚的 這些像年輕人或小家庭 很大的心中很大的一個 一個 一個重要的議題 就是說在台北要買一間房子 住的地方是非常的困難 對 那我想 台北政府算很用心 在市長還有我們彭富的領導之下 很快速的 盡量能夠幫忙推展 這個社會住宅的興建 那當大坪數的部分 彭富有說會在檢討 然後之後有一個租金的上限 那讓想住的人都有辦法負擔 那如果你真的是 這個薪水沒有那麼高 或是你的這個 這個經濟狀況沒有那麼好 你也可以到社會局來申請 這個租金補貼 補貼了 對了 對了 好 那前一陣子大家就一直吵明倫 對 對了 好像大家以為只有明倫在蓋公宅 還有其他哪裡 哪裡有地方有公宅 未來還有還幾 因為剛剛彭富有講 一萬九千戶 是在 這已經是 已經有沒有其他縣市有比我們多了嗎 沒有 我像歷任市長以前 包括現在也沒有蓋那麼多社宅 歷任市長最大 其他縣市跟其他縣市比 也比 全國來比我們是蓋的最多的 全國第一 所以我們在104到107年的時候 我們是蓋了1562戶 包括新隆 健康 新隆二 還有青年 108年的時候 我們有東明國宅 現在已經搬進去了 甚至於東明國宅 我們有拖勞 所以市長講說 市民一般建商不能做 不喜歡做 不肯做的就有政府來做 所以我們第一個在東明國宅的話 就有拖勞的社會設施在裡面 我們在109年的時候 我們要蓋四個地方 包括木柵 明倫 中南 瑞光 木柵最近也要搬進去了 包括說木柵 我們也要支援政大的學生 也要搬到木柵國宅去 保留局部的 那110年又七處 就是今年開始 對 今年開始 我們七處有2472戶 包括小祈岩 小灣 斯文里 還有行善 廣池基地 廣池D基地跟E基地 還有舉光 那110年的時候 我們有八個地方 要蓋一千九百六十三戶 包括廣池A B基地 C基地 還有青年二期 新農A 新農E 核心水岸跟張新水岸 所以我們都陸續蓋 所以到八年任內 總共它開工的有四十二個地方 就是我剛剛提到 一萬三千兩百零九戶 開工就目前已經開工 對 目前已經開工 正在已經在做了 就在建工程了 一萬三千多戶 兩百零九戶 一萬三千兩百零九戶 那完工的是二十四戶 是七千七百零四戶 那規劃設計有十七個地方 是四千三百九十八戶 所以總共就一千九百 六 六 一一九六五九 一一九六五九 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九戶 在未來 而且有一個要特別 跟我們市民介紹 就是說我們這個 社二宅的品質 是得到肯定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得到 建築類二十五次的獎 二十五次 對 包括金子獎 包括金安獎 還有TIBA 就是台灣優良 智慧綠建築系統的獎項 所以不是彭富你自己說的 是真的外面 是 外面人家 有客觀的專業團隊的肯定 有客觀的專業團團團 不是老王賣瓜 不是我們老彭賣瓜 是外面有人講 我剛剛在重複講一下說 我們有那一陣標章 綠建築標章 有智慧標章 然後無障礙 無障礙的 這四個標章 我們都朝這個方向去做 所以整個社會住宅看起來 是持續的在推動 中央也說要推 但是看起來中央的戶數 應該比我們少吧 到目前為止應該沒有 如果要嚴格算起來 我們那個四大運的那個三 林口 林口是我們蓋的 我們現在交給中央 對 剛剛彭富講的那個 就是四大運的時候 我們有蓋選手村 對 選手村 有這個在林口蓋選手村 那四大運結束選手離開之後 就轉變成為社會住宅 那下次交給中央的住宅中心 在做管理 對 那相信呢 這個未來 剛剛彭富講的這個三項 第一項是捷運 第二項是這個市場 第三項就是我們的社宅 對 好 我看大概十一住行 大家都已經包進去了 對 那整個 整個未來的建設呢 應該是相當的 可以持續的繼續來期待 對 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這個在這邊任職六年 如果用簡單幾句話來講 你有什麼心得 我想說六年 好像我以前做的二十年一樣 六年當二十年來做 二十年的工作 就包括說我們每天七點半 就開始開會 就討論市政 然後連續不斷的說 除了工作還是工作 我認為這個是台北市政府 到目前為止 維持的一貫的精神 所以柯市長才講說 認真是一個文化 我想台北市政府的員工 也是非常認真 而且正直誠信也是一種文化 到目前為止我認為 每一個員工都朝這個方向 一直在努力 我想彭富很客氣 我是真的覺得 整個市府的工程團隊 其實就是三句話 認真 破例 執行力 沒有這三項 真的很難達成這個成就 真的是非常的謝謝大家 那也謝謝各位視頻朋友 對 未來持續的繼續監督我們市府 相信副市長應該會越來越做越好了 好 對 好 應該是啦 不是一定是啦 一定是啦 好 那我們這個節目就進行到這邊 那我們下個禮拜 繼續鎖定我們台北電台 那各位聽好朋友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拜拜